1个土豆1个鸡蛋 今天来做个潮汕小吃 食材也很简单 1个土豆1个鸡蛋2个香菇1点虾皮1点番薯粉1条蒜 先把皮修掉 土豆我们潮州有人叫保兰汁 有人叫港汤 你那里叫什么 先把土豆切片再把它切成丝 切成这样就可以 土豆切好来切一点蒜叶 放在土豆丝里面 香菇也把它切丝 香菇虾皮 再把它打入鸡蛋 来少许盐 咖喱粉蒸饰蒸香 再来点五香粉 把它酒放均匀 把刚刚的番薯粉加一点水 调匀 水不要加多 稠一点 把它倒进去 再洗干净 洗手 把它抓拌均匀 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把油烧热之后关火 再把油倒出来 再把这个肉丝放锅里 摊平 其实锅已经被我们烧得很热了 所以下锅之前先把火关掉 把土豆丝下完之后 锅边淋一点刚刚我们烧的热油 不要太多 中火慢煎 放动一下锅 成型的话就可以 多放动一下 让它均匀受热 动作又快 姿势又帅 哇 恰饱恰饱 翻过来之后 锅边也淋一点油 这样就不会粘锅了 这是少油榜的家常做法 如果要吃脆的话 那就油又下多一点 把它整个炸得酥脆 这样的家常做 可以选择这种少油榜的 慢慢煎 哇 金黄金黄的 煎了5分钟 两面金黄 可以出锅了 1,2,3,8 出锅 家常小吃头倒螺 外脆里香 简单易做 过年过节 家里来客人上一旁 美味 妹妹看你吃了 没有 妈妈吃你的 9公斤了